见葛伦的问话 邱王则是冷冷一笑 想来你们是新神 也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那我现在就和你们说一说 你们应该知道 神奇联盟虽然资源丰富无比 可是 这里却没有任何的人性可言 要么你夺取别人的资源 别人来夺取你的资源 你杀别人或者别人杀你 旧的意思很简单 你们既然是新来的神 那么后台自然势单力薄 今后面对一切强大的神奇 来找你们索取宝物 或者说要你们的命 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台 想必你们就会当场允命 所以我这也是为你们好 说完 邱王可是对着灵动 牧城葛伦等人 摊开手掌勾了勾手势 似是让对方 可以将一百万神奇丹交出来了 原来如此 葛伦应了一声 不过灵动接着发出淡淡的声音 但是我好像不太需要 因为我比你强 这一句话一出 直接让得在场的所有神奇 都惊叹不已 他们皆是张开了嘴巴 仿佛灵动的这一句话 似乎得罪了一位 很有地位之人一般 紧接着 这些神奇的脸上 充满着一道道惋惜之色 似是已经看到 接下来灵动的残样了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叫什么 名字邱王 已经有着一丝怒火 因为他 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的心神 灵动 击败你的人 一句震慑所有神奇的霸气之声 传入他们的各个耳朵之中 那些看戏的神奇 几乎是在这一刻 皆是不约而同的 往后退了退 主动地让出了打斗的战场 哼 口气真是不小 既然你想找死 那就成全你随着 邱王的那咆哮声落下 周深的空间中 有着滚滚 神力涌来 并且刚刚那树道身影 也是将目标锁定了灵动一人 神使喉选阁之中 顿时充满着 无比紧张的压抑之感 没想到 这一次来的心神之中 竟然还有 敢于对邱王这般对峙 还真是出声牛 独不怕虎啊 或许是吧 这一届的心神 实在太嚣张了 竟然直接招惹了邱王 看来这下有好戏看了 此时不少看戏的 那些神奇 竟是发出不少的 窃窃私欲声 不过灵动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当然 灵动没有放在心上 自己虽然实力修为 还只是第三序列神 可以对战这一位 第二序列神的邱王 以及其他第二神的神奇 也是绰绰有余 吃我一掌 邱王健壮 直接开始动手 今日灵动的一番话 着实让他有些愤怒 他可是在 神阁喉选阁之中 有着靠山 不然他也不会以 第二序列神的实力 就如此肆无忌惮地 在这充满无人性的 残酷九余天中 欺压新神 抢夺别人的东西了 一股强大的神力 直接在邱王的手掌上凝聚 旋即后者 直接狠纳地 对着灵动一掌拍出 瞬间浮现在空间上 浮现一道巨大的掌印 掌印之上 散发出令在场所有 神奇多维之色 变得强大波动 看来第二序列神的实力 在这神史侯选阁之中 也是比较强大的存在 毕竟神史虽然有身份有地位 可其实力 也都是在序列神的领域 所以第二序列之位的力量 已经是中等水平 而灵动健壮 眼眸之中 闪过一道寒芒 同样抬起右手 旋即一股可怕的寒冰之力 疯狂地凝聚 灵动也是迎面上 顿时让四周的 温度都急速下降 然后锁定那具掌 灵动也是毫无犹豫地出拳 手臂上一道 极度寒冷的力量 击而出 快若闪电般的洞穿空间 与那邱王的剧掌 狠狠地印在了一起 低沉闷声 传出 能量进风 席卷开 两人的身体 竟都是不约而同地倒退了几 有些能耐 难怪敢用如此口气 与我说话 看来这一届的心神 比起往年的那些心神强大多了 稳住身影后的邱王旗 目光森寒地盯着灵动 缓缓地道 但刚刚与灵动对了这一招后发现 灵动竟是如此的厉害 明明只有第三序列神的实力 竟然能够爆发出 如此惊人的战斗力 此时 灵动身躯彼之如枪 周身有着强大的神力 在呼啸翻腾 那等可怕的声势 竟是丝毫不比那邱若 甚至比起后者更为的霸道 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你们的同伴 似乎并不是我的对手 灵动瞥了一眼 四周将自己 围剿其中的那几道身影 淡淡地笑道 现在说 这些 是不是过早了 刚刚我还没出全力呢 不远处的邱王冷笑一声 玄机他的神情逐渐凝聚 双手缓缓地变换着一种奇异的印法 而随着奇印法的变换 自他那周身的神力 猛然间变得更加磅礴起来 你们只是新神而已 我在神使侯选格数万载 其实力抵运 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说完 邱王那神体 竟隐隐是有着膨胀起来的趋势 一股强大狂暴的神力 疯狂地席卷开来 灵动望着邱王周身 猛然间高涨起来的波动 眼神也是微微一鸣 难难道 要使出真正的手段了吗 随着邱王神体的膨胀 他的神力 也是在这一刻 彻底地提升到极限 让你看看 我的这道神技 血距神铁 一道怒喝之声响起 旋即邱王的印法 开始不停地变化 神体也是膨胀了数倍 神区上的衣衫破裂开去 一道巨大的神体 并且散发出可怕的气息 出现在众神奇的面前 巨大的神体呈现出来的是赤红之色 一头火红长发 愈发的深红 到的后来 竟是宛如鲜血 流淌自自己的巨大神区上 在神使侯选格之中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了邱王 这强大的手段之上 感受着如此可怕的惊人气势 很多神奇都已经断定 灵动这一次必死无疑了 他们能够感觉到 现在的邱王奇 气息非常之强 接下来将会爆发的可怕对战 但是现场 依旧没有人出来阻止 似是非常期待 这一场战斗 究竟是以什么样 买手收尾 对于邱王而言 并不打算将这种战斗 拖下去了 所以 在刚刚见识到 灵动的强大力量后 便是直接 施展出这等强大的手段 一切都结束了 邱王的低沉声音 也是自他的喉咙间传出 吓一霎 血聚神体上 翻涌出血红色的能量 只见得其周身的空间 都是在这股能量的波动下 变得格外的扭曲 灵动的神色 也是微微一宁 因为对方的这一道神技 似乎让自己的神体力量 变得更加强大了很多 如果是寻常神奇 想要与之硬碰硬 怕是无法轻易地将其战胜 而对于灵动来说 邱王开始发起进攻女 在其血红色的神体上 喷发出无数道 水蒸气一般的嗜血之气 令得神使 后选格中的气氛 也是变得异样起来 当即邱王露出争灵之色 直接脚步一踏 身影消失在原地 随后在灵动的头顶上空 释放出无形的气压 朝着下方袭去 感受到这道气压 对着灵动笼罩下 后者的身躯 也是不自觉的双腿弯曲 仅仅只是一道气压 竟然能够有着 犹如山岳般的重量 灵动也是暗自扎舌 没想到对方的这一道神迹 如此出其不意 不过想来 这还不是这道神迹的权力力量 在灵动心里这般想着的时候 上空处 那邱王的血聚神体 在膨胀到了数十丈大小的时候 其上竟是有着 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一些猎吻 隐隐间 在其内散发出一种 真正山岳般厚重 沉稳的波动散发而开 直接将它自己包裹其内 远远看去 此时的邱王周身 竟是浮现出一道 半虚半实的一座小型山岳 要不是神使后选格的空间 极其的广阔巨大 以及都是特殊的材料建造而成的话 怕是已经被邱王 这道山岳的力量所压垮 崩塌了 神使后选格内的所有神器 都在此刻爆发出了一道道 倒吸冷气的声音 诸多目光畏惧而火热 这种强大的对决 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不愧是在九余天 混了数万年的谱神 灵动此话一出 也是让得邱王微微一惊 对方竟然猜出了自己的身份 看样子 对方也不是省楼的灯了 可怕强大 越级挑战的事情 灵动可是经常做的 灵动的双拳微微握拢 下一刻一道火芒 便是在其瞳孔中反射而出 火焰生疼 眼睛深处 也是有着一丝丝跳动的火苗 涌动着 萧雄玩火的境界造诣极深 那等能够吞噬万物之火 的确是令人棘手 今日我灵动 也便是一世火焰祖父的威力 让你见识一下 被火焰吞噬焚烧的命运吧 灵动低沉的喝声落下之际 手印变化间 召唤出了九道祖符 随着九道祖符的出现 顿时让在场的所有神奇 眼神微微一惊 因为他们 都在和九道祖符上 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力量 而且每一道 祖符都是有着不同的属性力量 其中一些见多识广的神奇 便是发现灵动周身的祖符 来历不凡 惊呼道 那那是神物 神物 随着此神奇说出神物二字时 那种震惊的气氛 更是浓郁了几分 神物 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也是让所有神奇 都梦寐以求之物 别说他们这些朴神了 就算是神使 以及神君都对此 神物垂涎三分 只是没想到 今日竟然会在一位 新神身上看到 而且更令人震惊无比的是 他竟然拥有如此多的神物 不得不让他们的脸上 露出惊骇之色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此新神所拥有的 应该是祖符吧 应该就是祖符无疑了 一道道激动的声音传出 想必他们也对此神物 极为的垂涎了 只不过这等强大的神物 怕是没有他们的份 拥有这等神物 九祖之术 也就在众神奇露出 那贪婪之色时 灵动的双掌 微微握拢 那沉闷之声 也是在神使后选格之中 传荡而开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在灵动的周身 有着足足有九道属性的 祖符力量 这些力量分别是 时间之力 空间之力 吞噬之力 雷霆之力 寒冰之力 火焰之力 生死之力 洪荒之力 黑暗之力 九种属性的强大力量 瞬间爆发而出 现在所施展出 九道祖符的力量 确实有着 与以往不一样的差别 虽然皆是 九道祖符之力 同时施展 可是这一次则是不同 因为灵动 是以火焰祖符的力量为主 其余八道祖符的力量为辅 将火焰祖符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 那威力自然也会恐怖至极 九祖之术 所散发出来的力量 奥妙无比 极其的深不可测 就是因为这股力量 弥漫整个神使候选格式 竟是让现场观看 战斗的 众神奇体内所修炼的神力 发生了异常 那是一种属性力量之间的相可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过可怕了 随着火焰祖符的力量暴涨 神使候选格之中的空间 温度也是暴涨而起 令得一些神奇 其皮肤像是被焚烧了一般的难受 九祖之术 火焰为主去吧 随着灵动的声音落下 九祖之术 以一个极为诡异的姿态 变化间 划过天界 直接对准那巨大的山岳 迎面上 磅礴惊人的火焰祖符攻势 席卷而开 所过之处 空间崩裂 焚山主海 显露出极为恐怖的破坏力 而且还不停变化的 九道属性的力量 极为的诡异莫测 一道由火焰祖符 所释放而出的火海 席卷而出 火焰疯狂窜动 邱王健壮 也是毫无犹豫地 将自己的杀招 对准下方的灵动 锁定其目标 将其镇压斩杀 那半虚半实的小型山岳 直接脱离邱王的身躯表面 并且带着极为沉重的压力 直冲而下 感受到对方的杀招 灵动也被那极强的压力 给压得再度弯曲了双腿 虽然对方这攻势很强大 可是对于灵动而言 邱王的这一招 并没有将自己斩杀 让你尝一尝 火焰焚天下的威力 可怕的炙热波动 从天空上 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 下一刹那 火海飞速的自己 将那半虚半实的山岳 给包裹而下 散发出恐怖炙热的温度 不断地吞噬焚烧着 其中山岳的力量 但那山岳的力量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攻破 在那等沉重的压力下 山岳还在不断地 朝着灵动镇压而下 不过有了火焰与之的对抗 也使得山岳镇压的速度 变缓慢了很多 在双方力量相互地 对抗了片刻之后 那火焰火海 似乎更是加大了其中 那焚烧万物的力量 发出了一道明爆炸之声 随着这一声爆炸 神使喉选阁内的 所有神奇皆是 露出一脸惊骇之色 因为他们 那半虚半实的山岳 竟是停滞了下来 其上还有着一道道 奇异的纹路攀爬而开 邱王也是缓缓 垂头 俯视着下方的灵动 眼神之中 也是被震惊所取代 他的这一记杀招 可谓是镇压斩杀过 很多神奇强者 其中步伐 有比他自己更强大一些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只是 第三序列神的实力而已 为何能够 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森冷的声音 从那邱王的嘴中 惊骇传出 只见得 他所施展的杀招 被对方那恐怖的 火焰彻彻底底的包裹焚烧下 随着温度越来越高 那山岳随着 道道纹路的出现 伴随着咔嚓一声 竟是碎裂开来 上空的邱王的身躯 竟是被火焰祖符的 力量给震飞了出去 好在他的血距身体 拥有极强的防御力 不然灵动着火焰祖符的 恐怖力量 足以将其彻底的击败 然而 邱王此刻的面庞 却是布满着 铁青之色 那看向灵动的目光中 隐隐也是有着一种 深深的忌惮 浮现 不过他如何的高傲 但经过此次与灵动的交手 他也是明白 这次来神奇联盟的神威 心神中灵动 根本就不是他 以往所遇见的那些 半吊子神奇可比的 随着 邱王的那道攻势 被自己的火焰祖符给击破 灵动更是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下一刻他的身形移动 便是直接爆掠而出 那被熊熊火焰青所覆盖的手掌 也是快若闪电般的 像邱王喉奸 果然也是一个狠神 见到灵动得势不饶人 竟然直接 对着他自己再次攻击而来 那邱王也是一声 怒吓一声 一道武器 便是出现在其手中 随着手中武器的一阵 带起一股极端灵力的进风 狠狠地刺向灵动攻来的手掌之上 因为 在他看来 灵动的实力极其的不弱 并不是表面那般 所以 想来也不敢用再用肉身 语气硬碰硬 直接选择手中的长枪 与之硬碰 然而他的预料 此次显然是出现了 错误的判断 因为灵动的战斗力 早已经出乎了意料 对于邱王那灵力强大枪盲 灵动竟是没有丝毫闪避的意思 掌心探过 一把便是将那灵力枪盲 抓在了手中 火焰在灵动掌心 疯狂地熊熊燃烧 无论那灵力的枪盲 如何地爆发 其中的力量 都是无法脱离灵动 那散发出火焰掌心的束缚 灵动的掌心猛然一握 掌心上的火芒 更是暴涨了几分 一股可怕的力道 瞬间爆发而出 旋即一道清脆之声响起 邱王手中的那柄道长枪 竟然便是被灵动 那火焰手掌 给硬生生地捏爆而去 一把捏爆对方的长枪后 灵动的火焰手掌 再度对着邱王袭去 那可怕的火焰之掌 铺天盖地肆虐开来 带着恐怖炙热的进风 对着那邱王笼罩而去 面对着灵动这一系列的 快准狠操作 就连着霸道了 数万载的邱王也是 抵挡不住 其身形狼狈地暴退开去 不过 就算邱王反应再快 也没有灵动的 火焰之掌上 所扩散出来的炙热火焰块 混账 真是该死邱王也是双手变化 再度施展可怕的神力 神力凝聚层血红色的巨火 对着灵动那火焰之掌 迎刃而上 两股力量的对碰下 那处空间顿时扭曲 一道可怕的冲击波 朝着四周席卷去 见到这股冲击波的袭来 邱王也是避无可避 直接将自己的血距神体 发挥极致 血光闪烁间 硬生生地将其可怕 冲击波尽数地抵挡而下 一道身影 再度狼狈地倒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 远处的地面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 原本那血红色的神体上 竟然有着多处被 火焰焰烧过的痕迹 看样子 也是被灵动这火焰之掌所伤 倒地后的邱王嗖了几声 嘴角也是溢出了血迹 缓缓起身看向灵动 虽说血距神体 抵挡住了 大部分的火焰祖福的力量 并没有对自己 造成太严重的伤势 但邱王的面色 却是极其地难看阴沉 他掀视自己的神迹 被灵动所破 如今更是连武器都被 灵动硬生生地捏抱而去 这场对局 他似乎完完全全地落入了下风 还要继续打吗 灵动那淡淡之声 却是充满看无比霸道之意 那一双深邃的眼眸 紧紧地盯着那位 被自己打得有些狼狈的邱王 见到邱王竟然落败 于眼前的这位新神 神使侯选格内的其他神奇 都是暗自扎舌 内心之中更是有着不敢置信 第三序列神 竟然能够打败了第二序列神 在神奇联盟之中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存在 那为什么能够 让这些神奇对灵动如此震惊 是因为 灵动还只是新来的神而已 为何如此强大不说 还击败了邱王 这神使侯选格的地头蛇 难道他不知道邱王背后 有着强大的靠山吗 可问你你不要给我得意 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 哦 那么靠山是谁呢 灵动出生 而沐尘天新主 和其他新神的脸色 则是微微有些变化 邱王见到灵动他们脸上的变化 则是得意的笑了笑 刚刚我就说了 只要你们交出保护费 你们日后再久一天 也都是我现在的靠山罩着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你已经彻彻底底地惹怒了 我 惹怒你又会怎么样呢 灵动仿佛在看一个傻子一样的目光 盯着邱王 哼 三日后就是神使候选的开始 而我的靠山 就是你们此次要面对的对手 他叫星级 很强嘛 灵动听到邱王背后靠山的 这位强者名字时 忍不住地试探道